美国众院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日前访问台湾之后 回到美国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说 他希望在今年夏天之前可以在台湾举办听证会 不过最新消息是加拉格尔说技术上来讲 是没有办法在台湾举行听证会 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事实上美国国会到外国举行所谓的在地听证会不是没有前例 那么加拉格尔说在技术上不可行 到底是因为众院委员会规定的关系还是有其他原因 他今天没有时间仔细说明 那么在众院中国委员会的这个听证会结束之后 我们也会试着来问问看加拉格尔 看他有什么进一步的表示 主播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